好,報告委員會現在已組法定人數,現在開會 首先請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十屆第六會期程序委員會第九次會議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十月十五日星期二中午十二十三分至二十四分 地點紅樓二零一會議室 出席委員曾文民眾等十八人 視訊委員郭文國文 主席官文碧林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會第十屆第六會期第八次會議議事錄決定 決定事項一審定本院第十屆第六會期第八次會議事成 本次議程草案及政策報告事項之編列 均一民進黨黨團邱文太原提案表決通過 本次議程僅限列議程草案報告事項各黨團政策報告事項及政策事項已通過 其他討論事項提案不再處理 二請願案件 一請願法第四條系數應提起訴訟之事項未便受理含復請願人共二案 二一 D法院諮詢新司法第六十五條 韓轉權責機關處理禁負並復之請願人共二案 宣讀完畢 好現在請問有無錯誤或遺漏之處 要是沒有的話我們就議事錄確定 接下來請宣讀議程草案報告事項 以及質詢事項 立法院第十屆第六會期第九次會議議事成草案 時間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五 二十九日星期二上午九十至下午六十 地點本議長報事項一 宣讀本議第十屆第六會期第八次會議議事錄 二之三委員郭國文等理據農會法漁會法交經濟委員審查 四之六委員王定義等理據 台灣地區与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將內政委員審查 軍事營區安全維護條例將外交及國防委員審查 外一間條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員審查 七之八委員馬文君等理據 老人基準法老人福利法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審查 九至十一委員林長州等理據 平均地權條例交內政委員審查 中華民國新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員審查 將來由於任務條例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 兩委員審查 十二委員蘇喬惠等理據 三民教育者權益保障法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審查 十三至十委員林昆澤等理據 更資料保護法交經濟委員審查 鐵路法道路交通管理處法條例交交通委員審查 十六至十八委員蘇喬惠等理據 入出國際營運法交內政委員審查 大學法交交一局文化委員審查 法院組織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員審查 十九至二十三委員林林等理據 下方法交內政委員審查 國營事業管理法交經濟委員審查 學位授予法交交一局文化委員審查 刑事訴訟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員審查 勞工保險條例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審查 二十四至二十五委員監管長等理據 監律行刑法法律輔助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員審查 二十六至二七委員陳廷菲等理據 境內勢力影響透明法交內政委員審查 後備軍人召集郵待條例交外交幾個方法委員審查 二十八至二九委員郵案等理據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位審查 教育服务法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審查 三十四三委員林一級的影據 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 交教育及文化委員審查 廢職考全處組織條例 少年官戶所設置及實施通則 江振市調解條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員審查 三十四行政院韓星選用產業創新條例 交經濟財政兩位審查 三十五至六百四十二財政部經管會行政院環保署 衛福部勞動部教育部國客會內政部 交友會教育考試院法務部司法院交通部通常會 工程會雲安會科技部文化部農業會等 寒送書面資料交相關文會 六百四十三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含衛預決算法 鎖定審議期限請查招案 六百四四至六百五四司法及法制內政外交及國防等委員會 含衛預行政命令審查期限請查招案 六百五十五行政院韓宋本院委員所提定是提案之言處進行 請查招案 六百五十六人事處含衛 將委員萬安自一百一十一年十一月十日 辭去立法委員職務請查招案 民黨黨團提議增列一至四 委員民疫情等理去 民謀施法 癌症防治法 職能治療施法 加社會福利基會生環境委員審查 人民團體法加內政委員審查五 委員陳蘇瑞等理去中華民謀新法加司法規法制委員審查 十二利洋黨團提議增列六 十二利洋黨團理去 交委員運用條約叫司法規法制教育及文化量委員審查 一十出增列七 民黨黨團含送補推局 高級中等一下學校 課程審議會委員審查會委員名單請查招案 主任事項宣讀完畢 好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請登記 發言的委員發言 第一位我們請湯委員慧珍發言 謝謝主席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提案 按由是針對第十屆第六會期第九次 會議議議程 敬請招議議員 敬請照議事日程草案以及各黨團還有議事處提議 增列報告事項通過 以上 發言的委員 第一位李德維委員 那請曾明忠委員代理 來主持 好謝謝 好謝謝請李德維委員發言 好謝謝 主席各位委員我想 國民黨黨團當然還是針對我們第九次 會議建議來針對相關的討論事項 那也授權議事處來排序 那是否有當盡情公決 當然國民黨團還是針對 有關於透明行政是最好的防腐劑 我們還是希望 政府花了納稅前四十多億 來購買相關的高端的疫苗 那我們也檢視了 110年7月18號高端疫苗 在EUA的審查的相關過程 那這些的會議記錄或者委員評單 其實沒有真正的公開透明 所以也不諱言 外界對於相關的事物 的確有很高的一些質疑 所以國民黨團在這邊 也要求來公布當時相關的審查委員的名單 來回應社會的一個期待 而在今年的11月3號 第二次也在沒有公開相關 那個高端EUA的這個部分 當然我們也希望 要公布相關的名單 以及會議記錄 甚至於錄音的記錄 那給全民來做一個回應 這個是否有當 當然要請盡請公爵 那相關的內容 我們也授權議事處的人員來代念 謝謝 本民國民黨黨團要求任何會做成決議 因公布兩次審查高端疫苗EUA 110年7月18 110年11月3日 專家會議委員信名 會議記錄及錄音記錄 給全民清楚的交代 是否有當 盡請公爵 宣課完畢 好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請第二位 湯委員慧珍來發言 好 謝謝主席 可以了 好 謝謝主席 好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提案 針對第十屆第六會期第九次會議 討論事項 盡請列案順序如下表 那個三案 是否有當盡請公爵 好 那我們是不是請日志委員員代為宣讀 本院民主進步黨 本院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針對第十屆第六會期第九次會議 討論事項 盡請列案順序如下表三案 一 精神衛生法修正案等案 二 財團法人 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 111年度及112年度預算書案 三 國家運動中心 112年度預算書案宣讀完畢 好 我們接下來請第三位請哲明中委員發言 謝謝 主席各位同仁國民黨團提案 要求院會做成決議 院公佈兩次審查高端疫苗EUA 也就是7月18到7月18跟10月3號 專家會議委員的姓名 會議紀錄跟錄音紀錄 給全民清楚的交代 那國民黨團員為什麼提出 這樣的一個提案 有三個理由 第一個像美國在審查的時候 FDA是全程直播公開透明 因為公開透明民眾才會對這個疫苗有信心 而這疫苗才可以走到國際市場去 你不公開不透明 你走不出去 國際市場更不相信 所以基於這個原因 然後國外都是公開透明 這第一點 第二點假設這些專家名單不公佈 民眾更有餘力 這14位包括一位的招委 那你到底誰在審查 你代表2300萬民眾去審查這個疫苗 當然他必須接受公平啊 接受各界的檢驗啊 他擔負的是2300萬民眾健康的權益嘛 所以政府說不能公佈 各界會批評他 這道理不存在 他公佈他的錄音檔詳細記錄 看他講的也沒有道理嘛 有道理全民會接受嘛 他假設故意去護亡 沒有道理 那就接受各界的公平啊 所以我們還是覺得 這幾個專家的名單要公佈啦 不公佈人家更起疑 最後了 這個是政府公佈的資料 高端到現在打了306萬劑 第一劑就101萬9281人 這些人信任政府 信任政府 EUA通過他才願意打 才願意打 但是您這個審查過程當中 都不公開不透明 你怎麼對得起 這101萬人 他信任政府 所以我覺得基於以上三點理由 希望 蔡政府趕快公佈 不要再硬後 公開透明 才有讓高端走得出去 全民會接受 國際上會接受 謝謝 好 謝謝曾中委員的發言 好 那我們現在 來 那討論事項登記的委員 也已經發言完畢 我們現在來進行處理 那我們先針對報告事項 來的部分 請問針對湯慧珍委員的提議 有沒有意義 就是針對報告事項 並不是討論事項 那沒有意義 我們報告事項 質問事項的部分 我們就通過 好 接下來我們來處理 討論事項的部分 那依據先提案 先處理的這個原則 請問對於李德維委員 增列討論事項的提議 有沒有意義 沒有 沒有 沒有通過了 沒有 沒有意義 好 沒有意義的話 我們就通過 那現在針對湯慧珍委員討論事項的提議 請問有沒有意義 沒有 好 沒有的話 我們也就通過 那 討論事項 趙李德維委員 以及湯慧珍委員的提案通過 那相關的順序授權議事處 依序來排列 本次議事日程 就來審定 好 接下來請宣讀人民情願案 好 現在已經宣讀完畢 請問人民情願案 大家有無意義 好 沒有意義 我們就通過 請問有無臨時動議 沒有臨時動議 好 謝謝 那我們現在宣布上會 謝謝各位委員 謝謝